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房产租给文化大学当宿舍的争议,连日来,质疑声浪不断,侯友宜竞选办公室今天早上发布六点声明,但内容随即被民进党参选人苏贞昌办公室发言人黄维军打脸,致声明直接戳破侯友宜日前的切割谎言,呼吁侯友宜本人尽速出面说清楚讲明白, 黄维军说,文化大学宿舍发生争议以来,侯友宜的说法都是老婆娘家有点小钱真麻烦,那是太太娘家的财产,我不清楚,何文大签约的是幼玉公司,与我无关,太太娘家的财产,我一个外人能说什么等切割式言论,但今天侯办的声明证实,幼玉公司就是侯友宜夫人任美玲的公司, 现在的负责人是侯友宜的女儿侯玉番,幼玉公司是为了避税即放在记账市事务所地址下的一人公司,对媒体报导致幼玉实业没有对外营业,没有劳健保记录,同地址登记四家公司, 早日一位避税用的人头公司,声明中只说,有有投资,幼玉实业是为方便管理及报税,资本额均没有变动,均为正面回应有无劳工投保,为对外营业等问题,难以澄清用空壳公司避税的质疑, 黄维军表示,侯伴的新闻稿中名载,公司设立时代表人为任美玲女士,于102年变更为侯玉番小姐,迄今资本额未有更动,任美玲是侯友宜的太太,侯友宜番是侯友宜的女儿, 那么与文化签约的侯友宜公司就是侯友宜一家,怎会是侯友宜所谓的太太娘家? 此外,新闻稿中也提到建物兴建资金部分为合资,资金来源主要为有陈某清偿任美玲女士娘家债务约3500万,任美玲女士虽拥有土地持分,但无兴建资金,合资兴建资金则为向娘家借钱,以租金收入偿还, 这证明整个宿舍开发案,特别是建物兴建就是侯友宜太太主导,建物实际所有人也是侯友宜太太,娘家的角色很清楚只是提供借款。 黄维军强调,新闻稿所提的内容都已经直接打脸侯友宜日前说法,戳破侯友宜谎言,为了学生的住宿安全与住宿权益,希望侯友宜尽快正面面对,承担相关责任, 早日解决问题。 同时也要坦诚以对,完整说明,不要说法每日一遍,更不要让为他发新闻稿的幕僚人员为难,也不要让这个星期内为他在政论节目,各大媒体中辩护的同党同志们难堪。 毕竟有许多同志正在参与选举,各种媒体上留下的诸多为侯友宜辩论的谎言,现在都成为今是他们公信力的证据,详情请建连结,文娜宿舍争议。 侯伴发布六点声明澄清。